但是思念比浪还汹涌 知道吧 思念比海浪还汹涌 无时无可 就是不再想 打麻将也在想 玩游戏也在想 奇摩的挺也在想 微波冲上也在想 发呆的时候都在想你们 怎么不信是什么意思呀 老师 什么思念海浪 我思念我的向日浪 思念海浪干嘛呀 海浪老闲了 能被原谅吗 这怎么能被原谅吗 咱就是说 好土 我这还土呀 我马上就做诗 做一首诗出来了 还土 歌有点油了 行吧 那我没招了 谢谢 谢莫念 谢莫念 你看咱这话思念比海浪还汹涌 你想想 这不是做诗吗 如果让你对 喜欢你的人表达思念的话 你会怎么说 有一句话 有一句话是吧 用一句话表达你 对 你思念的人 对他也思念着你 你也思念着他们 你会用一句话 怎么来形容 表达下你的思念 我想想 都在心里 家人们都在心里 说 您的女友 这河南话 说一下这个 那个想死你了 我的宝贝 想死你了 我的宝贝 像你 你这个发音都不得 咱们的事 谁会说宝贝 没有人会说 像死你了 我的宝贝 而话音 宝贝 弟弟的意思 直接打电话 他说的话 你得放一个伴奏 那你给我放一下 放啥伴奏 放一个 哈喽 放一个 我这些收笔 像鱼 像鱼 像你 咱们都是表面的 直到后来有一天 我买了去三亚的飞机 我到了三亚 我喜欢摩托艇 是因为我喜欢 驾驶的摩托艇 用速度 驰撑在这个 汪洋大海之上 无边无际 随便地跑 不用方向 不用考虑一切 我只知道影像油门 没有想到 当我骑上 摩托艇的时候 大脑并不是一片空白 是我的思念 充斥着我整段旅程 跑得快的时候也想 停下来的时候也想 我看着海浪上 那个海面上 一层层波涛汹涌的浪 迎面而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它比不上我的思念 行吗 浪漫吗 弟弟 那你对你的 你的粉丝台叫什么 我的叫小 欣欣 小欣欣 那你跟小欣欣 表达一下 重新来 表达一下你的思念 你肯定有很多小欣欣 在我播间 别哭 你有病啊 我赏你们了 赵哥有点油了 你喜欢就好了 这玩意 这一首简单的歌 没有什么